一定是,因为这边有用到Employed Name 所以要坚持到第一笔,然后装收Employed Name 然后再去每一笔那个什么 每一个那个资料库里面呢 去找跟去判的内,跟它都一样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要快,要怎么办? 可能还要再加上一个 这个1的SSN要等于这个 这个Department的SSN 这样的话就会做到所谓的Equition 这样的话速度会比较快一些 它就会先抓,反正就是先有的先比对了 然后再看性,就有比对过的 再去看它的性别的名声 跟这个Department名声一样不一样 然后看性别一样不一样 如果一样的话,那就可以算不一样 所以速度会快一些 那这边呢,因为它没有这个 Dependent的这个ESSN 有没有等于这个Employed的ESSN 所以它变成是双层的这个loop 这边抓第一笔,然后这边做一次 抓第一笔,这边做一次 所以这边如果有M笔资料 那M乘以,这边如果有N笔资料 就M乘以N的这个回圈的这种比对的次数 好,原因就是刚才讲说 这个correlate的原因就是 这个,我们的这个query Nesky的query 里面有参考到 这个外层的query outher query里面的这个性别 所以它就只能这么做 我们的favor-based的enginel 和什么这么做 好,那 我们呢,其实也可以用这个什么 这个in 这个query来做 就是说,query atherna nested using等号 或者是in 这个comparsion can be collapsed into one single block 比例来讲说,我们前面这个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里面 他用到他 那其实这个 回圈 其实在里面就回人 选择这个人 这个人的名字 然后imployee as e dependent as d 然后e的社会安全法 要等于d的社会安全法 代表他是他的抚养的殖民 然后接下来性别要一样 然后first name也要一样 那有了这个equery的这个join的话 速度就不会那么慢 这样的join的结果呢 就是看你的imployee 假如是m个 你的dependent 假如是n个 那只做最大的 maxima of m次 或者是n次 它的速度就会比较快 好,这就是equery join 我们后面如果看equery join的话 再把他的这个真正 就做的这个方式呢 show给同学看 这样 所以这样写 我刚刚讲说这样写 有equery join的话 这个速度 这样写的这个速度 就比这个速度快很多 好,那我们也可以问说 这个 这里只要存在 但还不存在 所以in six 跟not in six 这样子 那我们就检查这个结果 这个相关联的这个结果里面 它是不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比如说我们要找什么 比如说我们要找出这些employee 然后他没有任何的抚养殖民 那没有内养殖民 对SQL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从这个 它的抚养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去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 这里面是空 对不对 空的话我们怎么判别呢 not in six 里面一个笔资料都没有 那你要说那至少一位呢 就是in six就可以了 这个把这个none熬掉 存在一笔资料 一个两个三个都是有抚养殖民 所以如果说是用in six 把这个not涂掉的话 这边就找出那些employee的名声 也至少有一个 至少抚养一个子女的 那我们就把这个not涂掉就可以了 这边讲说没有任何抚养殖民 就是not in six就可以了 所以in six就代表你这个几何 里面是不是空几何 那not in six就是这里面是空几何 会非常truth 那exist呢 只要有一笔资料 两笔资料三个都不管 只要有一笔资料以上 它就会非常truth 这样的话 所以这个exist跟non exist 通常是用在这个 有相关联的操状查询里面 这个是一个outher的query 这个是一个inner的 或是nesting的query 然后里面有互相关联的时候 那么就可以这样做 那这边哪里有关联 因为ssn是来自于employee essn是来自于dependent 然后在这个什么 这个里面的这个查询 inner的这个查询里面 或是nesting的查询里面 有曾经用到外面 那这样就是我们这边的定义 叫correlated的 就是correlated的这个潮状的查询 我们来问一下同学 我们今天是几号啊 24号同学有吗 好 我们来问看看 我们要找出那个manager 然后至少有一个这个 抚养子女的 那我们要怎么做 你可以试着用单一的查询 或这个nesting的查询来做看看 我们首先要select什么 select name 对不对 improe name 分这个什么 分这个 分他的first name 跟last name improe里面的 所以france什么 improe里还有呢 好 你的improe里就好了 好 然后会了呢 他至少有一个子女怎么做 in this step 然后呢 select什么 from select 就selectesssn 或者什么都可以 就selectessn improe的ssn 然后from哪一个database from哪一个table dependent 没有什么 就从dependent 然后会了呢 e 那个ssn 对 对 那这样不是只找出来 任意的那个什么 员工而已吗 那你还要再加什么 才变成经理 这样很好 这样就是大概知道 是用in this 但是要这样子 只有找到员工而已 你现在还没有把那个 他是经理的这个 条件把它加到里面 所以最外层的会 还要再加什么 u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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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还要再加上一个 department 那个manager是又在department里面 才知道他的 什么 那个manager的ssn 所以应该是 答案是这样 就是 他是用两个也可以 就是说 这个有多种学法 select 这个first name 跟last name from employee 然后就是讲说 第一个条件就是 他到底有没有存在一个 呃 呃 呃 and 他又是存在 是一个经理 select start from 这个department 然后ssn 你也可以把这个 这个条件 呃 变成就是 department 在这里 然后 就是 除了这个存在之外 and 他是一个manager 好 这个有没有两大 有两大 好 所以 所以有两种做法 这个是比较简单 这个感觉就比较简单 他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manager 第二个是要有 抚养至少一个人的致命 所以这是存在 抚养一个人 这个 指令 这下面就是讲 他至少存在 刚一个某个部门的经理嘛 所以呢 这两个都为true的时候 反正employee找出来 所以 这个是这样的答案 那我刚才讲的说 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是说 employee 跟department 然后 为了呢 这个employee的ssn 等于这manager的ssn 那这个就不用 这不用 他就把这个东西放在这边 好 然后and insist 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 那我们再找 34号有 34号 没有 44号有 好 大家问一下 我们要 刚才是 答案已经讲出来 讲出来 这叫 this is the name of manager who has at least one dependent 但是 我们要重新改写 那个query 所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样 slamb 这个samb 跟lamb 你就是有employee 有department 为什么 因为1的ssn 要等于department的 manager的ssn 当然这个固一定要有 这个 dt跟e不用 因为ss跟managerssn 没有重复的名字 你要加人可以 不加人可以 and 它有不样的一个词 就存在 它的 从dependent的资料部里面去包 它有一个词 所以employee的ssn 要等于这个dependent dependent dependent的 这个essn 所以 哇 大概 下次再问你 下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就是 存在 跟这个 什么 跟这个 not exist 那我们呢 也可以用 这个unique 这个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 我查询的结果 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两个一样的 就问是说 里面是不是 都是单一的资料 如果是的话 就会return truth 如果两笔资料 是一模一样的话 它就会return false 所以我们可以用unique 这里面就是某一个查询 出来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说 我们可以怎么去做 比如说 我们可以 这边 意思说 我们可以把set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 再放在会员条件里面 所以我们选择 不同的 employed 的 sn 然后呢 它是有 workout 某一个project 只要project 在 1 或2 或3 里面 所以这个可能是 membership的检查 你记 里面 第一笔资料出来 然后 得到一个project number 然后看它是不是1 如果不是1 如果不是1 看它是不是2 如果不是看它是不是3 所以这个project in 123 就等于project等于1 or project number 等于2 or project number等于3 这两个是等于1 这个应该写小写 no 应该小写 在位置 好 先看下面这个 我们可以使用quadify as 就是as 这个 然后呢 follow by desire 的name 就是说 我们的1 的last name 是从资料库 improject里面的定义出来的 可是 可能就 不是 太容易懂 我们可以把 这个last name 改名字 叫improject 的name 然后 就是supervisor的last name 就改成 其五夺visor的last name 因为你看 都是last name last name e跟s 虽然可以七个 但是列入出来 就是name name name 那谁是谁的主板 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那个表头 改成improee的name 那就改成 其五夺visor的name 这样 所以我们就可以说 可以rename 我们要显示的 这个attribute 所以我们说 select improee的name 跟select 这个select 这个select 那一个叫e 一个叫s 所以e的 这个improe的主管 要等于 这个 直接把这个主管的 这个ssn 这个词料 做sunt 就可以抓出 这个本人 跟他的主管 这个名称的词料出来 那这边讲 就是这个没有例子 所以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 你select custom name 也可能太长 所以我可以把它改成c number 然后就出现在这个 number里面 然后这个custom 然后这个custom 可能c name 就出现在c 面里面 所以这可能就是说 它太长了 这边有一个custom 就是number 然后你只有小小的数字 然后就会custom 很多 你可能就没有办法 表现在一个放表里面 所以你就可以 有时候就可以 有时候是名字不清楚 所以你可以把名字 弄得更清楚 有时候是这个太长 你可以把这个变短 那可以在 一笔资料 可以在一个表格里面 能够把它呈现出来 你没笔资料 在这样一个表格里面 也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好